寺院已经建好了 请人来看风水如何 被认为风水不好的房间 居室在里面可以住吗 你想想你愿不愿意去住 所谓的风水就是居住的环境 你居住这个地方 身心都很安稳 很舒服 那这个风水就好 如果住在这个地方感觉得很别扭 那这个风水就不好 古身仙仙 特别是佛法里头 佛法教得好 一切法从心向身 静随心转 这两句话太重要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不是风水转我们 是我们转风水 所以说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我有福 我有德险 这个地方风水不好 我在这里一坐风水就变好了 但是我们转风水不是风水转我 那我们自己不能修善是 走到哪里都不好 风水好的地方是你去住也不好 这个道理我们在经上也讲的很多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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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